这个铁傀儡是村庄自然刷新的一个铁傀儡 而我们手里边拿着的呢 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个铁傀儡 这两个东西应该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啊 长得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而且血量的话也差不多 他们俩打起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势均力敌啊 所以说我们要武装一下自己的铁傀儡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可以给这个傀儡制作一些装备 罗马头盔 还有这个罗马护甲 还有罗马护腿 这些装备都可以提高我们傀儡的护甲值 还有盔甲韧性啊 看一下怎么做 五个头盔 哇就对吧 这也太贵了吧 有点贵 五个胸甲啊 这做 这个还好啊 裤子的话需要三个裤子 还有两个红石 这个铁护腿我们是可以做得起的啊 来我们做三个裤子 罗马护腿来一个 还剩下43个铁定 还可以做一个 胸甲肯定是做不起啊 绝对做不起 头盔的话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五个头盔需要25个铁定 应该是够了 来做一下头盔 罗马头盔已就位 好的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傀儡放下来 给他穿下装备 来 哎 哦 应该还需要制作一个法杖啊 应该需要一个操控的法杖 我们来看一下 哦 命令手杖是这个东西啊 啊 用黄金配料还有木棍就够了 我们来做一下 这样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来给他穿一下装备 护腿 头盔 OK 哇怎么样 我感觉穿的装备变帅了很多啊 而且这个傀儡应该是可以拿武器的 我们回去看一下 应该是可以制作一些武器的 来 好像是有一个铁盔类的战斧 对吧 还有一个长枪 哎 我觉得这个长枪应该要比战斧更强 对吧 来 我们做个把长枪看一下 长枪一再 好的 我们给这个铁盔类拿下武器啊 有了武器之后 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铁盔类了 来 把长枪给他放上去 OK 那现在的话 我觉得我们打这个普通的铁盔类 肯定是打得过的 我们试一下 哎呦 哇 他这伤害好高呀 哇 快快快 干他 他们俩为什么不打起来呀 哇 这就没了 哇 我们这个铁盔类的战斗力是真的强啊 好像用了四枪就把它干掉了 那有了这个铁盔类之后呢 我们无论是下框探索呢 还是外出冒险 我们就有了一个特别强的帮手啊 另外呢 看过前两期视频的同学肯定注意到了啊 我们这个换了一个家 其实呢 能够换了一个游戏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启动器系统提示我存在风险 然后呢 强制就给我删掉了 那这也没有办法啊 好在我们只录了两期 影响不是特别大 而且呢 我们这个物资也整理了一下 哎 你看 我们大部分的物资都在箱子里边 啊 虽然说少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觉得也无关紧要 幸亏只录了两期 如果录了一半的话 我们就可能要强行的记坑了 言归正状啊 兄弟们 我们武装了一下铁盔类 但是呢 还差一个护甲 然后呢 我们这个装备也是铁套 所以呢 我决定还要下矿 但是呢 就对吧 这一次下矿 我们绝不能单单的只挖铁 我们要挖很多的钻石啊 做一个钻石套 有钻石套 咱们就可以出去探索了 但是下矿之前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搞一个石运三 对吧 如果遇到钻石什么的 我们直接一挖就翻倍了 铁矿也是一样 咱们就可以直接让它翻倍 所以说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搞一个奖牌 然后呢 和这个图书管理员 兑换一本石运三 我们先去搞些这个皮革 还有纸什么的 哎可惜了 就对吧 我记得我们前两期 好像家里边是有皮革 还有甘蔗的 但是现在我们又要重新来过了 这边的甘蔗也来收集一下 呦 这边的牛有不少 来多搞点皮革 好的 差不多了 我们先来做一个奖台 有了奖台还不够啊 我们还需要做两个支箭台 有了支箭台的话 咱们就可以用木棍来兑换绿宝石 有了绿宝石之后 咱们再可以兑换石运三 首先我们来把所有的木头 来分解为木棍 也不知道够不够啊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换个半组绿宝石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来吧来吧 掏空村民 别跑 OK 32个木棍就可以兑换 一个绿宝石 咱们多换点啊 哎呦 我怎么感觉这个木棍 好像不太够啊 它要升级了 我们稍微等一下 看一下它会不会给我们打折 好吧 没有打折 那我们继续换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木棍 是真的不够 我们现在只换了15颗绿宝石 我觉得一个石运三 怎么着都需要30颗吧 我们还需要去砍一些树啊 多换一些绿宝石 好 一把斧子都已经砍爆掉了 我们一共得到了 看一下啊 三组半的这个圆木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啊 回去继续换绿宝石 来来来宝宝 继续 17 19 21 应该差不多啊 23 25 好 已经半组了啊 我觉得差不多了 哎 它缺货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木棍 那再来一个吧 一共39颗绿宝石 我觉得应该够了啊 现在呢 我们去找一个无业游民 把奖台给他放下 这边有一个无业游民啊 他正在看风景 哎 你小子 来 我看你天生聪慧啊 来来来 搞一下啊 水下速决 没用 给我来一个石运三 其他的都不要 就算剑修补来了都不要啊 只要石运三 过来 火势也不行啊 继续 别跑呀 大哥 回来 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关在一个房间里边是最好的啊 但是他 水下呼吸二也没有用 但是他老是要跑 别跑 哥 给个面子啊 快快快 给一个石运三行不行 效率三 哎呦 也不行呀 大哥 给观众一个面子好不好 哦 石运三 21颗绿宝石 哇 这一次的运气是真的好呀 以往我们刷一本石运三的话最起码需要一天啊 但是我们刷了不到两分钟就来了一本石运三 可以 够给面子 把石运三附在钻石稿子上边 咱们就可以下矿去挖矿了 不过我们家的附近是没有矿洞的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自己去挖一个矿洞 好的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下挖 呦 哇 这个矿洞里边有水 这怎么办 等会儿去对吧 我们先呼吸一下啊 我们站在这个岩浆框的上方是可以获得氧气的 哎你看这个氧气就充沛了 然后呢我们就继续往下挖吧 这个水里边我们肯定是不能挖矿的对吧 找个地方继续向下挖 不过我们现在的氧气不太多了呀 快点吧大哥 快快快 赔点面子 赶紧下 挖三格之后 我们把最上方给它挡起来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已经挖到了这个深版岩原石这边 应该已经接近零层了啊 继续向下挖 看一下坐标啊 现在是-三层 应该差不多了吧 还不到 哎呦 哦 到了一个人工矿洞里边啊 这里边是有宝箱的 我们可以稍微探索一下 好 这边发现了一个箱子啊 来看一下 铁钉 还有这个发光金骨 还有一个命名牌 其他东西我觉得我们用不到啊 就把铁钉拿上去好了 把这边的线路一点 里边还有个刷罐笼 赶紧拆掉啊 其实我们现在到了矿洞里边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傀儡召唤出来了 但是人工矿道里边呢 只有两格高的空间 铁傀儡好像是三格高啊 所以说不能放出来 找到一个大型矿洞呢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铁傀儡给它召唤出来了 这边还有一个刷罐笼啊 先把它拆掉 还有毒蜘蛛把它干掉啊 这个矿洞就比较大了 咱们就可以在这边挖一下矿什么的 尽可能呢 我们搞一整套的钻石套啊 咱们就可以探索这些远古遗迹了 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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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